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只说好电影的师姐啊 今天是师姐的第15期视频 粉丝一直不见长 走过不路过的各位美女帅哥 给师姐点个订阅 师姐会继续努力打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汉尼拔系列最后一部电影 汉尼拔崛起 故事将从汉尼拔悲惨的童年讲起的 汉尼拔出生于立陶宛的一个贵族家庭 1944年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了立陶宛 年少的汉尼拔和妹妹敏莎在河边玩耍 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一架战斗机从空中划过 两人吓得跑回城堡 他的父母收拾好行李 带着他们躲进了森林里的小木屋 一家人刚安顿下来 俄国人的坦克就开过来了 他们把屋子里的大人叫了出来 把两个小孩子留在屋内 俄军没打算伤害任何人 他们只是过来借水 就在俄国人抽水的时候 德军的轰炸机从上方经过 双方经过一番混战后 轰炸机坠落在坦克上 汉尼拔的父母当场身亡 留下他和妹妹相依为命 不久后 几个男人闯进了小木屋 领头的名叫格鲁 这几个立陶宛人在战争期间遇到纳粹 为了求生存出卖自己的国家 遇到俄军就伪装成医疗兵 现在又想利用两个孩子 骗过路过的巡逻兵 领东已至 房子里的食物已经被男人们吃光 格鲁抢过别人打猎带回的鸽子 恶狠狠地看向米莎 他一把扭下鸽子的头 直接咬了下去 然后冲着其他四个人说 我们要么吃 要么死 男人们转头看向米莎 这个小小的姑娘 就是他们要活下去的口粮 八年后 原来的城堡 早已被俄国人占领 变成了一家孤儿院 汉尼拔依然生活在这里 他脑中还残留着儿时痛苦的记忆 他从不和别人说话 只会在梦中惊叫米莎的名字 由于性格孤僻 汉尼拔受到了上级的侮辱 他果断拿起叉子 刺伤了对方 漆黑的夜晚 被刺伤的人 擅自把汉尼拔关进了地窖 汉尼拔却凭着幼时的记忆 从暗道走进了母亲的房间 他拿走母亲留在柜子里的信件 逃出了孤儿院 汉尼拔带走的信件 来自父亲的亲兄弟 人在法国 他决定投奔这位叔叔 度过漫长的旅程 汉尼拔终于到达叔叔的庄园 不幸的是叔叔已经在一年前去世 他的妻子子夫人 是一个美丽的日本女人 莱克特家族 只剩他和汉尼拔两个人了 善良的子夫人收留了汉尼拔 睡梦中的汉尼拔 在梦中又见到了那五个男人 他们打开锁链 带走了米莎 汉尼拔惊叫着米莎的名字 从梦中醒来 子夫人听到声音走了进来 她温柔地给汉尼拔擦掉汗水 问起之前发生过什么 因为年纪太小 汉尼拔脑中只剩下了模糊的记忆 在子夫人的悉心照料下 汉尼拔终于啃开口说话了 这天深夜 她偷偷地跟在子夫人身后 来到了神秘的地下室 这里供奉着她的祖先 上面还有一副铠甲 子夫人说她会在祖先的诞辰那天 用丁香油擦拭祖先的铠甲和武器 汉尼拔被古老的东方文化吸引 子夫人告诉她 一定要像父亲一样 勇敢又绅士 她不仅把武士精神传达给汉尼拔 还亲手给她日本的剑道 这一天汉尼拔陪着子夫人去市场 卖肉的屠夫言语轻薄 当众羞辱了这位来自日本的女人 汉尼拔本不想理睬她 却看到屠夫对婶婶动起手脚 她拿起一边的锤子 直接锤到了屠夫 汉尼拔却起子夫人的样子 用丁香油擦拭着武士刀 痛苦的回忆再次涌现在她的脑海 格鲁的脸变成了屠夫 汉尼拔戴上了子夫人的面具 决心为她报仇 第二天 屠夫正坐在船上钓鱼 听到远处有异响便上了岸 看到汉尼拔正坐在树桩上 屠夫拿出割鱼的小刀 想要吓一下眼前这个年轻人 不料汉尼拔瞬间抽出一旁的武士刀 一招割开了屠夫的肚子 未等屠夫反应过来 汉尼拔又给了她三刀 屠夫跪在了地上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汉尼拔 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 汉尼拔一刀切下了屠夫的脑袋 画面转向警察局 说是屠夫的头不翼而飞 直剩下了肥瘦的躯体 由于她的仇家过多 警方无法推断究竟是谁杀了她 他们叫来了波尔都茶 波尔在尸体上闻到了丁香油的味道 午夜 子夫人从睡梦中醒来 她起身来到地下室 让她没想到的是 汉尼拔把屠夫的头颅放在了祭坛上 又若无其事地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仿佛只是一块实物 因为是第一次杀人 遗留的线索太多 汉尼拔很快被警察找到了 审问她的人是波尔 他们给汉尼拔带上了测谎仪 警官问了她一些问题 包括对屠夫的死有没有负罪感 汉尼拔仿佛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测谎仪没有任何波动 无奈之下 波尔只好把所有证据摆出来 证实汉尼拔就是杀害屠夫的凶手 就在这时 子夫人骑着摩托来到了警局 她把屠夫的头放在了警局门口 就此洗清了汉尼拔的嫌疑 不久以后 汉尼拔被巴黎的医学院录取了 她是校史上最年轻的学生 因为拿的是工读奖学金 她在课余时间必须为解剖课准备尸体 与此同时 由于叔叔的遗产税过高 庄园最后只好被卖掉 子夫人和汉尼拔一起搬去了巴黎 汉尼拔对医学研究充满热情 更是痴迷于医学解剖 即使现在的生活很平静 但是她内心仍存在着巨大的阴暗面 无论她多么努力 都想不起仇人的名字 一次偶然的机会 汉尼拔与波尔在医学院重逢 波尔正在审问一名二战的战犯 她告诉汉尼拔 自己一直在追踪她的生活 汉尼拔也注意到 在土真剂的作用下 战犯被迫回忆起了集中营的事 这天晚上汉尼拔尝试把土真剂注入身体 终于记起了那天发生的事 在她的回忆中 五个饥寒交迫的男人为了活下去 竟然活生生地下手 吃掉了年幼的米莎 后面在榴弹击中小木屋 男人们落荒而逃 其中有一个男人 企图回头拿走珠宝 却被掉落的木桩砸死了 她的手上抓着这些人的名牌 汉尼拔根据记忆里的画面 画出了男人们的脸 然后带着画像回到了立陶宛 准备到小木屋拿回名牌 按照上面的名字 一个个杀掉他们 为米莎复仇 汉尼拔不知道的是 当年吃掉米莎的 其中一个男人多特 如今已经成为一名边防长官 他在边境的登记名册上 看到了汉尼拔的名字 这边的汉尼拔已经回到了 莱克特城堡 多特在远处注视着他 深夜 汉尼拔来到了小木屋 拿回了母亲藏起来的珠宝 还有米莎最爱的小熊 以及她的尸骨 还有废墟下的名牌 多特一直跟在汉尼拔身后 他偷偷溜进小木屋 准备从背后袭击汉尼拔 谁料汉尼拔反应迅速 回山一把便将多特击倒在地 汉尼拔埋葬了米莎的尸骨 然后用绳子把多特绑在树上 绳子的另一头 系在了马背上 汉尼拔说 如果多特不说出 其他几个人的去向 便会被眼前的绳子勒死 多特告诉汉尼拔 除了一个叫格兰的人 留在了加拿大 其他人全部死在了战争中了 他向汉尼拔求饶 保证自己一定会在法庭上指证格兰 汉尼拔没有多说 他拉着马儿向前走去 嘴里唱着米莎最爱的童谣 多特看情况不对 又说出了另外三人的去处 汉尼拔转身走了回来 他注视着多特的眼睛 表情逐渐变得猙獰 拉着绳子的手也愈发用力 亲手解决了多特 这是第一个 当地警方带着警犬赶到森林室 看到多特的头颅立在木桩上 只剩一半的名牌在嘴里塞着 头颅上两侧脸颊的肉被切掉了 鲜血淋漓 原来是汉尼拔踩了点野蘑菇 又用多特的肉串成肉串吃掉了 回到法国 汉尼拔告诉子夫人 他的另外几个仇人 现在都在法国 子夫人深知无法阻止汉尼拔复仇 只得陪同他前往了下一个目的地 寻找一个名叫科纳斯的男人 两人来到科纳斯开的餐厅 正巧遇到他来餐厅视察生意 汉尼拔叫过他的小女儿 在女孩的手腕上看到了米莎的镯子 他把名牌放进了小女孩的口袋 科纳斯发现名牌时 汉尼拔和子夫人已经离开了 科纳斯和米尔科依然在格鲁手下工作 他们通过贩卖女人赚钱 格鲁派米尔科去巴黎跟踪汉尼拔 这边的波尔找到子夫人 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汉尼拔杀了多特 如果汉尼拔在法国杀人 是一定会被送上断头台的 这天夜里米尔科偷偷溜进医学院 汉尼拔正在处理尸体 他拿着手枪靠近汉尼拔 不料他看见的不是汉尼拔 而是一具尸体的手 汉尼拔躲在了门后 从后面将他击晕 顺势把他扔进了满是弗尔玛林的池子里面 他向米尔科逼问格鲁的藏身之处 得到答案后 汉尼拔关上水池的盖子 转身离去 布尔也来到了医学院 他在汉尼拔的宿舍里 发现了画像和名牌 布尔警告汉尼拔 不要在法国杀人 二战时期的战犯的罪行 都是由布尔处理 他把汉尼拔带到警局 要他指认格鲁等人的罪行 他知道汉尼拔一定还回去自己复仇 汉尼拔早在1944年 就和米莎一同死掉了 现在的他只是一个嗜血的怪物 子夫人和汉尼拔之间 类似爱情的东西也在悄悄萌芽 他劝汉尼拔把仇人交给布尔 汉尼拔却执意要自行了断 他回到医学院 烧掉了米尔科的尸体 只身前往格鲁的庄园 汉尼拔藏在货车里溜了进去 格鲁正在浴室泡澡 汉尼拔拿着枪对准他 刚要走进浴室的女仆 看到这一幕 转身叫来了保镖 就在格鲁抓住汉尼拔的时候 汗蒸房发生爆炸 汉尼拔趁此机会逃走了 他刚赶到家中 就接到了格鲁的电话 他绑架了子夫人 威胁汉尼拔交出米尔科 子夫人在房子里看到了 柯纳斯在餐厅养的鸟 在格鲁和汉尼拔打电话的时候 他撞动了鸟笼 汉尼拔听到声响后 知道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他来到了柯纳斯的餐厅 以柯纳斯女儿的生命为条件 换取了格鲁船屋的地址 汉尼拔还告诉格鲁 自己会看在他女儿的面上 放他一命 然后把手枪放在他面前 就在格鲁伸手拿枪的时候 汉尼拔迅速抽出短刀 一刀穿进了格鲁的下巴 锋利的刀子穿透了他的脑袋 汉尼拔赶到运河上 格鲁的船屋正要离开 他解决掉了船夫 来到了格鲁和子夫人的房间 格鲁听到动静悄悄地躲到了门后 举起枪打中了汉尼拔的腿 就在格鲁要当着汉尼拔的面 侮辱子夫人的时候 汉尼拔起身用短刀 一把割断了他的脚筋 原来刚才格鲁的子弹 正好打在了短刀上 汉尼拔把格鲁按在地上 问出最后一个人的去向 接下来格鲁说的话 让汉尼拔失去了理智 当年他们把米莎煮熟后 竟把汤喂给了一时模糊的汉尼拔 他推开子夫人的阻拦 拿起短刀 在格鲁胸口刻下了一个大大的M 然后又把刀插进了他的手腕 子夫人叫汉尼拔停下手 汉尼拔告诉他绝不 听到这话子夫人准备离开 汉尼拔又对他说我爱你 子夫人走后 汉尼拔趴在格鲁身上 咬下了他脸颊上的肉 轻轻咀嚼几口吐了出去 伴随着格鲁的惨叫声 警察赶到了 伴随着远处水面上船坞的爆炸 汉尼拔从森林逃走了 汉尼拔来到加拿大 找到了他的最后一个仇人 他直言他是来取一颗脑袋的 背景音乐想起了米莎最喜欢的童谣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每一个恶魔的身后 必定有着另一个恶魔 正如波尔所说 小男孩汉尼拔早已随着米莎一同死去 几个男人用仇恨把他变成恶魔 子夫人一直尝试阻止汉尼拔 但是杀的人越多 汉尼拔就越沉溺其中 更何况他已经开始享受那种吃人的快感 就算是子夫人的爱 也无法拯救这个恶魔 汉尼拔四部曲就此完结 如果你喜欢师姐的解说 就给我点个鼓励的订阅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Mu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